大家好我是聖胖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蝸牛3月5號供奉週的活動預告 這邊就一樣來簡單的複習一下吧 首先我們活動期間每天都可以購買 100蝌蚪的活動福利禮包 一樣有供奉加速的30分鐘 還有開發者的靈魂 以及100的靈能水晶 這個靈能水晶就是指我們的活動積分 接著神壇秘這邊我們就一樣來上藍人包 每240的物品原始小石等於一輪 我們可以獲得1100的積分跟以下的物品 接著我們來上一下水晶大作戰的活動規則 再來是我們階段3的活動條件 接著是我們階段4的活動條件 再來是提早供奉的好處 我們這邊只要提早把4大貢品跟5大魂給完成 這樣子就可以提早完成任務 詳細的話一樣請看字幕喔 接下來看一下第三階段這個蒙娜麗莎的貴重品 最主要的效果是提升我們蝸牛的生命以及攻擊 美睫交一個小夥伴可以額外提升攻擊這樣子 貴重品改造這邊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基因模擬裝置 這個東西爆擊率就可以提升30% 然後在格鬥堂改造的話是提升我們的吸血率 但這個蝌蚪蚪改造這個就比較普通了 所以這個的話算是後者 就是給各位來當作參考 你如果有藝術類的貴重品 你沒有其他的可以放置 萌娜麗莎他的效果是可以試試看的 再來講一下階段4的獎勵 柏拉圖的理想國 這個最主要的效果是提升我們的木材以及石材的產量 貴重品改到這邊的話是指蘑菇圓的改造啦 但這個相關的改造這個也都看看就好 主要的效果就是提升我們這兩個東西的產量 再來是每提升5級的石材攻防等級 官僚會額外提升攻擊力喔 接下來講一下階段1到階段4的推薦 首先階段1這邊一樣是黑蝌蚪 階段2是白蝌蚪 階段3這邊我會建議換化妝水 階段4這邊是看需求 如果你有缺橘色脆片的玩家你就對換吧 不然的話就是可以選擇換十字鎬或者是深淵之意 階段5這個是課金的所以我們就一樣跳過 然後在周禮報內容這邊200白蝌蚪就一樣附在我剛剛的條件裡面了 其他的話都是我們課金的選項喔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供奉週算是怎麼講 就比較普通 而且沒有什麼新增的東西 大家都把它當作是一個純資源的活動 那簡單的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